腦袋里边有痛,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到那个喜马拉雅社的山口那边 山口那边很陡峭的,原来没有山口的,就挖出来山口 这个是左边,也东边,这个右边西边 那个山口那边有攀爬的那个,有攀爬的那个铁的爬梯 突然我看到上面又生起了国旗,是中国的国旗生在那边 原来那个地方不会生国旗的,现在好像中了一个峡口 这个峡口挖开以后,好像他们就理得起当地觉得这个是中国的荣耀 那个旗生在那边,旗生在那个峡口的右边 那峡口的上方有块坪地,坪地上好像仪仗队也搬过去了 好像仪仗队也搬过去了,好像身体成长的就把这个,就接受下来了 因为那个峡口陈县也,峡口那边,峡口那边,峡口那边是发酵了 那峡口的上面还,还住了两个广场 比天安门广场还大,还大的那个广场,萧萍呢 萧萍呢,萧萍呢住了两个广场 趁着这个机会,他们那个,把那个仪仗队也搬到那边去了 好像那边还可以照过天安门,是的,峡口,峡口 这个是没想到的事,没想到既然仪仗队放到那个地方去了 好像,好像,这个是,就是他们的领导下,在英明的领导下搞出来的那个事 好像,有了这个东西还在歌通他们的,还在歌通党的领导下 但是就是没见,说要以和物的这样的准备 就是没见,以和物的这样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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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准备,好像当头一棒 好像是给了那个外星人计划给了当头一棒 给了当头一棒 给了当头一棒,好像给了外星人当头一棒 对我来说,这不意外 对我来说,这个不意外 对我来说,这个不意外 所以啊,我没有说,一定说要把这个事成功 我一定是听美的,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要以和物的这个消息传出去 以和物的这个消息传出去 因为这个,能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已经不出来了 就这段时间也有人在告诉我 国内有人看到了,想出版这个主题的书 在中国谁也不敢出版 也谁也不敢出版 甚至有人跟我讲了一个,可以改变一下 能不能出版 我说,你改变也出不了 不是我不愿意,而是在国内,改变也出不了 你说以和物的,中国就两单一起捧到天了 到时候我给它碰了一盆人水 你说,会让我人数出马 所以说,这个国内出 在国内出,那个就算了 所以就打算 我的打算是在英文书上面在乎中文的 只能这样 只能这样,让那个看了英文的人 再告诉看中文的人 就说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事情 有这么一个事情 只能就艰难地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我的地面不是说要帮他们解决问题 而是来告诉他们,有这么一个事 把消息传出去 我的地面一直在说,把消息传出去 我只是一个传消息的人 我只是一个传消息的人 另外一个,就后面 让他们一个消息传出去 另外一个,让消息传出去以后 把后期的,其他要做的 让这个事情更圆满一点的 我来帮养不养传消息 所以啊,现在人家 人家只知道那个山口开通以后 那个,好多专家认证了 那个什么专家都冒出来了 认证了,认证了 认证了,那个山口里面有那个水汽进去 包括人家说西伯利亚的冷气 穿过去 然后可以综合一下车道那边的 越靠近车道的那些地方的热 然后呢,这个暖气穿过去 让北方的,没那么冷 就是变得气和变得均匀一点 除了认识这个 就是没有人在认证那个核武者的事 那些研究核武者照样也在研究 就是没有人动手要搞核武者的事 终于有一天,那个大神了 大神了 手一挥啊 一个一个就泄乎了 泄乎了 泄乎了 泄乎了一个 泄乎了一个 反应过来的是大神了 稍微一点 给了一个慈悲啊 把民用的电 稍微放了一点 回来 放了一点 就在极其 就不饿死的情况下 让他们自己 他们自己把那个电力恢复起来 当然核电是动不了了 核电是动不了了 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随便哪个大城市 从农村插入了 已经 因为秋天了 好多地方 应该书上也讲得很清楚了 讲得很清楚了 该讲的也已经讲了 该讲的也已经讲了 当然 我们这个岛上 只有你身上 好像胜得更高了 感觉胜得更高了 那现在越来越 意识到 这个岛的重要性 引领地 地球文明 像信息文明的 潜艇过程当中 感觉这个岛越来越重要了 越来越重要了 然后那个肺铁 就把那个喜马拉雅上 和那个岛之间 心血连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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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贯起来的事 好像 我们要给他们改造的 还是继续改造 继续改造 该改造的继续改造 该改造的继续改造 对于他们的那个 恢复店里供应 这是他们自己 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就 不孤独地插手了 让他们自己去 自己去恢复去 这个事情 我们早就讲过了 早就讲过了 讲了又讲 讲了又讲 没行动 现在 这个责任就 他们自己在承担了 这个责任就自己在承担了 趁着这个机会 他们在挥复建订上 我们也开始在岛上 在岛上也搞基础建设 这个时刻 有源源不大的 船 传了 师向那个地方 也带了一些内容品 其他地方 送过来的内容品 也送到这个岛上 慢慢慢慢 这个岛上 这个早上慢慢慢慢 发送起来了 那些日用品呢 好多是外面 船送过来 他们自订购的东西 那边需要什么 他们自己订了一笔过来 慢慢慢慢 那个地方就开始发展起来了 发展起来了 那个地方基本上 相当于一个农坑社会 相当于农坑社会 还强调那是农坑社会 那边的单身资源很丰富 那边的单身资源很丰富 石油资源也很丰富 石油是外星人放在那边 留给我们的 当然了这里边有个细节 当时呢因为那个好长时间 不开采那个石油了 地壳下面那个压力太高了 压力太高有可能会 把地壳压坏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后 他们抽到非典里边 我看到这个的话 他们本来计划等到抽油 将来他们会货抽油了以后 压力低的时候再送回去 我说那时候不用送了 你这就留着找 这个是这样来的 然后圣武空种了盘头 这个岛上也是很多 这样盘头一种以后 然后也吸引了很多人 种其他的水果 什么荔枝之类的 荔枝啊 那个 龙烟什么 火龙骨之类 哎呀现在那个岛山 农产品很丰富啊 农哥农哥们 这种种产农产品吧 人家看着那个 看着那个农产品的时候 哎呀很高兴的啊 看着很高兴的啊 现在自己的劳动带来的啊 自己的劳动带来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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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天 一个虎心的 一个虎心的呢 背里藏着那个地方呢 也引起了 呃 强风啊 问他你 你为什么 你 还搞这么强的风啊 他稀里糊涂 好像 好像没反应过来啊 他以为 呃 还在 还在当年 要摧毁哪个地方 呃 摧毁哪个地方呢 有点像那个 呃 时光 呃 倒流到那个世界 那个 那个 那个人呢 啊 或者是呢 飞铁上的那个 那个剑 暗出了啊 暗出了啊 后来 好像 呃 才开始的 有打风的时候 连马从那边联系一个 呃 从虎心联系的时候 他把那个剑 其他那个 那个风就 消了啊 消了 然后就停了啊 也就是说 这个倒上意外的事情 就这么 一下子啊 然后每天 呃 每天都是 哎 每天过在 那么 就是 每个人都 都过在 那个 基本上 自己制作的 庭院生活 啊 你因为 你庭院在那边 你不想 不想干业 觉得那个 你浪贵在那边 太可惜了 为什么 这个地太容易 种东西了 地太容易 种东西了 不像 那个其他地方 种下去 什么也不好长 人家 人家好像 你不要以为是农民 我们呢 那个倒上 基本上都是农民的 别人 你不要以为是农民 那个 那个没有修养 或者没建设 那个倒上的农民 都是有建设的 曾经也带过 高楼大厦也带过 在那个电脑上 也考古 哪个地方都奋斗过 基本上都奋斗了 奋斗到最后的时候 也厌倦了 原来要回归了 然后慢慢 当了那个农民 这个农民 从中国社会 从永远没出过大战的农民 是完全两码事 完全两码事 后来 居然这样的生活 吸引了很多大都市的人 有的人 有的人 也扔掉了原来的工作 有的人是可以远程工作 也倒上了 慢慢 这个就成了我们地球上的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然后也是成了 我们这个岛上的经济体 当中的一部分 经济体当中的一部分 然后再后来 我们在岛的另外一个地方 建了一些高楼 建了一个高楼 为什么 发展的一定程度以后 有的人住关了高楼 有的人住关了高楼的地方 想换个位置 再次住高楼 那么就到那里去 农耕在这里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未来看到的未来 基本上就是这样 好 就这样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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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